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游戏二半点播的 名探柯南Q版第786集 台湾称柯第529集 从右至左的招财猫 公园内 会员把柯南当作垫脚石 踩着柯南的头 营救树上一只右转受伤的猫咪 历经千辛万苦 两人终于把猫咪救了下来 随后沿街寻找猫咪的主人 经过一家咖啡店时 咖啡店老板时尚宝出来认领 声称这是他的猫咪 恰恰 刚刚突然不见 他找了好久 为了答谢柯南会员 帮他找到猫咪 时尚邀请两人到店内坐坐 此时店内有一位 情绪激昂的顾客 正在看赛马比赛 这时有一大妈 从马路对面跑过来 大喊出事了 众人跟过去查看 只见会客厅一头不流血的 谢顶大叔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围散落了不少瓷器碎片 随后默默警官带队赶到现场 与此同时 毛利也看完比赛 注意到对面出事了 经过调查 发现死者是金丸事务所的社长 金丸延三 说是事务所 其实就是一家专门放高利贷的金融公司 整个公司 只有老板自己一人 没有其他员工 死亡时间在11点到下午1点之间 死因系头部被硬物打击之刺 根据这围散落的碎片来看 雄旗应该是置物架上的招财猫 第一发现人是金刚文芝 约好每周来这里打扫两次 今天和往常一样 在下午1点30分左右来这里 然后看到死者倒在地上 保险柜程打开状态 有翻动痕迹 但里面近百万的现金没有丢失 应该不是闯空门时间 毛利翻了翻账本 发现第一发现者 金刚文芝有一张30万日元的欠据 加之死者年事已高 未婚无儿无女 因此毛利不负责的推测 是金刚太太为了不偿还欠款 于是敲死债主 对此金刚太太失口否认 作为利息 她每周免费打扫一次 已经很不耐烦了 没想到还被毛利无凭无据的怀疑 这时 现看人员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发现一个变迁本 上面写着今天12点半 孙景签家 咖啡店的老板施上宝也表示 他在12点半的时候 确实建一位医生名牌 打扮时髦的女子来这里 拜访死者 但只待了10分钟就慌忙离开了 这个时间段 正好在预估的死亡时间内 于是警方将其传还来配合调查 等待签家过来期间 毛利看着会客厅柜子上 那一排排招财猫 不由的感慨死者真是好雅性 居然喜欢授击招财猫 对死者有所了解的金刚太太表示 只是贪念罢了 这都是为了钱财才授击的 仔细看就会发现 这些招财猫 都是统一举起右手 据说举着右手的招财猫招财 举左手的招人 死者只想招财 因为有人光顾 还要费茶水招待 简直就是一个吝啬的贪财鬼 如今死了也好 死了他不仅不用还钱 还不用过来打扫卫生了 听金刚太太说打扫二字 柯南注意到 办公室的地毯有吸尘器工作过的痕迹 但据金刚太太所知 死者根本就不会主动打扫卫生 更不要说用吸尘器 这种废垫的清洁工具了 只有金刚太太一周用一次 文言柯南打开吸尘器 看了眼里面的垃圾包 发现垃圾包被人清理了 金刚太太表示 不是他丢的 不是金刚太太 那就更不会是从不打扫卫生的死者了 应该是有人用吸尘器打扫 社长办公室 并带走了垃圾包 究竟是什么垃圾 让那人如此谨慎呢 柯南会员企图在屋内 寻找一丝蛛丝马迹 经过一番搜寻 柯南在沙发底下 找到一只招财猫的爪子 会员则盯着机械翻页 始终看了好一会儿 与此同时 便签上的村警 钱家来到了现场 一看他拒不承认曾经到访 但当警方从他包里翻出借据 再把访问便签 以及人证摆到他面前 这才压口无言 对此 毛利十分无语 认为钱家不是一个合格的米花市民 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便签 落在现场 害得他没有用武之地 说着 开始欣赏起死者办公室的摆设 发现桌子上有个机械翻页始终 这是上个世纪 60年代的老鼓动了 现在很少有人使用 就连毛利也是第一次见 没想到死者居然还在用 看来真如金刚太太所说 是个吝啬鬼 另一边的柯南仔细研究 沙发底下的猫爪后 惊讶发现 这是猫咪的左爪 左爪的话 那就不可能是从客厅飞过来的了 应该是办公室发生了 类似拿招财猫砸人事件 所以那人才会打扫办公室 就在这时 木木警官过来告诉毛利 钱家认罪了 上学时 他为了收集各类名牌 向死者借了不少高利贷 为了偿还债务 他不得不退学打工 但他那微博的工资和高额的债务相比 无异于杯水车薪 今天他来还钱时 死者一件只有十万日元 十分不满 扬扬要打电话给他父母 让他父母替他还债 他一听就慌了 只想着如何阻止死者 不要打电话告诉他父母 于是趁死者打开保险柜放钱时 随手拿起柜子上的招财猫 向死者的头上招呼过去 然后拿着借机匆忙逃跑 随后 可能在办公室的窗台上 看到了一个猫的蟹脚印 说明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现在缺少关键证据 一时间无从得知 就在这时 会员提醒柯南 柯南仔细研究会员这句话后 很快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差揪出凶手的证据了 为了尽快查清 柯南翻看了变迁 发现第二页上有笔痕 但笔记内容和第一页所写的内容有所不同 说明有人撕走了第二顿便签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作案是有法了吗 警方即将带走千家时 柯南标于毛利 现状木木警官十分无语 柯南只能无奈达事 随后开始紧迷 千家确实用赵台猫在会客厅打了似的金丸 但顶多算伤害罪 不是杀人罪 因为金丸只暂时失去了意识 并没有挂掉 将办公室里面的机械翻页始终调到12点59分 可以清楚地看到 分针和秒针那边沾有血迹 这是金丸头上溅出来的雪 两个房间之间隔着一堵墙 客厅的雪不可能溅到另一个房间内 并且时间在12点59分 说明千家走后 金丸在办公室又遭到一次袭击 这次袭击 才是导致死者遇害的真正原因 得手后 凶手擦去周围的血迹 但因为翻页始终翻页了 所以凶手不知道上面也沾有血迹 那真正的凶手会是谁呢 答案就在变迁上 空白也有笔记 只要铅笔在上面涂一下就了然了 对此时尚表示 今天店里比较忙 没有过来赴约 可难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证据 因为恰恰右脚受伤了 所以手帕上留下了一个血脚印 社长办公室窗团上也有一个猫的血脚印 只要比对一下 就可以得知是不是同属一只猫 果然 比对后确认 窗团上的脚印是恰恰的 时尚说自己没有赴约 但办公室却有恰恰的脚印 猫生性胆小怕人 办公室窗户又装有防盗网 不太可能自己从外面跳到死者办公室 应该是和主人时尚一起过来的 除此之外 办公室沙发底下有一只猫爪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是举左手的招财猫 死者只收藏举右手的招财猫 因此这不是钱家拿来砸人时飞剑过来的 而是时尚带来的 时尚带着招财猫和恰恰过来赴约 恰好遇上慌忙逃猎的钱家 又得知时尚没有准备好欠款后 死者正准备大发雷霆 时尚赶紧投机所后的拿出招财猫 仪表歉意 死者刚夸时尚有心了 但下一秒就看到是举着左手招人的招财猫 顿石虎猫三丈 骂骂咧咧的走进办公室 并警告时尚 如果今天不还清钱的话 明天咖啡店就溢住了 时尚一怒之下 拿起自己带来的招财猫砸向死者 就这么的 今晚一命呜呼了 冷静下来后 时尚迅速打扫现场 将大碎片剪走后 用用牺牲器吸收小碎片 最后再将尸体拖回客厅 栽赃给钱家 遗憾的是 还是留下了三个物证 变迁 猫爪 以及翻页石中上的血迹 事发不久 时尚的活动范围有限 只要在附近搜一下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凶器碎片 水落石出了 恰恰应该被时尚杀人的场景吓到了 一不小心踩到陶瓷碎片 弄伤了脚丫 又从窗户逃离 躲到了公园的树上 等待客男这个死神 身后毛利自己在家 做了一个举着双手 长相滑稽的招财猫 大穴 斋刺狼 寓意为招财又招人 生意兴隆 对此客男表示 以上就是明天探客男 从幼至走的招财猫的全部内容了 这集告诉我们 社长都要以TVD175集 惨遭四次杀害的男子中的小空山泰四位榜样 没事的时候 练练金钟罗铁布山外加铁头弓 最脆弱的头部硬扛了四个人的暴击都没死 最后呢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哦